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波罗尼都 也就是大合卓 回到了南疆 这次回南疆 可能是啊 他有生以来 长这么大第一次回南疆 因为他爸爸呀 是准干儿韩国的人质 所以说呢 他一出生啊 就在伊犁 长到这么大 他一直也没回到过南疆 大清朝的八七部队 把他解救了 乾隆皇帝委托他呀 统一南疆 并且呀不惜余力的 给兵给军械 给钱给粮 那可谓呀 是全方位的支持他 这次回南疆啊 他第一站奔哪啊 他先到了乌石城 我们知道啊 这儿的这个城主 阿奇木伯克呀 是霍吉斯 那有人说了 那到了这儿了 这两个人又都是白山派 这波罗尼都和霍吉斯两个人 谁领导谁 谁听谁的呀 这个呀无所谓 因为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权力呀 他不矛盾 霍吉斯呢 是这个阿奇木伯克 城主是世俗官员 这大合着波罗尼都啊 他是宗教领袖 但是很明显 这大清朝啊 派过来的这一员将和这1400兵啊 那是派给人家波罗尼都的 所以说这波罗尼都自然就占了主导地位 到了这个南疆之后啊 就看出这个波罗尼都撇来了 哎透着那么豪横 对这个收复整个南疆啊 简直可以说是胸有成竹 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呢 好家伙 我这何止算是一锦还乡啊 那我们是带着兵来的 跟这个黑山派啊 谈好了 咱们就谈 大家都是穆斯林吗 一家人 谈不好啊 兵强马壮 哎就不跟你谈了 你就等着屠城灭寨吧 那么说这波罗尼都就真有这番狠劲吗 狠呢 您听着吧 别说呀 咱们这说书跟听书的人了 就连呢 他身边的这个霍吉斯 和这个清军的带军将领 托伦黛都惊到了下巴 那这是怎么回的事呢 您听啊 我给您说 那我们知道这南疆北部的像什么乌石啊 阿克苏啊 拜承啊 库车呀 像这些个地方啊 那都是人家霍吉斯家族控制的 也就是说啊 现在本来就是白山派的地盘 那再往下说呢 什么喀什嘎尔啊 叶尔枪啊 和田啊 等等等等啊 都是这黑山派控制的地方 那么现在既然兵强马壮的 这问题就来了 咱们先打谁呢 经过这波罗尼都 还有霍吉斯 再加上这个清军将领托伦泰 共同商业之下呀 决定啊 必须先攻打喀什嘎尔 首先说呀 是离得近 其次呢 这大合卓波罗尼都 他心里有个劲儿 什么劲儿呢 因为在他心里啊 这个地方正是他们白山派的大合卓 阿伯克合卓的龙翔之地 这喀什嘎尔啊 见证了白山派最鼎盛的时期 并且呀 自个儿的老爹也是从这儿被准嘎尔人绑走啊 当了人质 那么今天我混转了 那就必须得把这喀什嘎尔啊 第一个先拿下来 可是啊 这说打容易呀 真打难 哎 他们也知道这黑山派最有能力的合卓 海子莱提 玉素府 他就在喀什嘎尔 并且呀 这次黑山派的会盟地呀 也在这儿 这玉素府啊 早就扬言了 准备了七千五百铁甲兵 等待时机 就要一股作气是收复南疆 哎 说等时机呀 那么这个时机 为什么是左等也不来 右等也不来 融到这个白山派的大军 马上就要杀到了呢 可说呢 这白山派呀 派出了无数细作侦查 才得到准确的消息 却原来这挺大的海子 莱提玉素府啊 死了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南疆的书啊 咱们可算遇到一位是自然死亡 病死的这么一位主要人物了 这真不是别人害死的 应了那句话了 这黄泉路上的五老兽 哎 管你是这个天主耶稣啊 回汉和两教 只要那比一勾啊 哎 你就得上这报道去 那这消息一传到了乌石城啊 这波罗尼都高兴的 差点把自个儿大腿拍舌头 老哥说咱们别等着了 咱们别闲着了 咱们赶紧的吧 去把咱得着去吧 于是这联军呢 就发往了喀什嘎尔城 哎 那现在这喀什嘎尔谁说了算呢 玉素府的儿子 阿布都拉 哎 这名不错 和我们家楼下设口店叫移民 他们家洋汤不错 哪天我给您拍 您瞧瞧 哎 咱扯远了啊 咱们接着说书 那么说着 阿布都拉能不能顶上去呢 和他爸爸一样 成为这一代有能为的何主呢 哎 要想成为有能为的君主呢 何其之难呢 掰开手之洞 我们就能把呀 这历史上的这些 有能为的君主数清楚 那也无非就是啊 这个三皇五帝 尧顺宇汤 秦皇汉武 唐宗宋族 这耳熟能详的也大不计呀 就是那么十几个 这阿布拉都啊 真不行 是个拉下落腿的 事到临头啊 只能找人商量 找谁商量啊 他们这城中啊 也有这个城主 也有阿奇木伯克 这位伯克的名字呀 叫科普克 哎 有好朋友说了 就这些反腐的 这个维吾尔名字呀 记不住 哎 您记他干嘛呀 这都是过场书 您只要知道 这叛乱的 是大小合拙就行了 这大合拙的名字 叫波多尼都 小合拙的名字 叫霍基战 和这个乌石城的城主 霍基斯 只差一个字 阿布杜拉呀 和这科巴克 两个人一商量啊 哎 各有各的主意 这城主伯克说呀 咱不能啊 往这个叶尔枪跑 那不是您的地儿 虽然呢 跟您同宗同源 可是那的这个大汗呢 是您叔叔 这气量狭小啊 您也不是不知道 咱往那跑 他能容下咱们吗 要我说呀 咱们往中亚跑 出国 乌斯别克斯坦 哎 那您觉得怎么样啊 哎呀 我跟您现在说的呀 是白话 那会儿他呀 可不知道什么叫中亚 他说往哪跑啊 叫安吉 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附近 跑到那之后啊 等到以后兵强马撞啊 再杀回来报仇也不迟 阿布杜拉一听啊 哎 你说的倒是对 他也真心认可 可是啊 故土难离呀 他跟这个伯克说呀 说我走吧的 因为我的祖坟呢 就在这个叶尔枪城 如果呀 死在了叶尔枪啊 那只能说是我命运不济 还是走一步 算一步吧 这样 你带着家人呢 和这个你的这个部众 往安吉跑啊 我不拦着 并且呀 我还要给你马 给你骆驼 给你银钱 给你粮食 那既然咱们说定了 你就快走吧 咱们先说何卓呀 后说伯克 这何卓一家的 跌跌创创呢 还就真跑到了叶尔枪 他那个叔叔 何卓家喊呢 还就真收留他了 只不过啊 也是远远的打发了 那最惨的呢 那就得说这个伯克了 这伯克大人呢 刚一出城 就被喀什嘎尔的 大小贵族们 给包围了 这投死啊 他才明白 这帮贵族啊 原来早就已经投降了 波罗尼都 因为说实话 这喀什嘎尔城啊 他本来就是 白山派的大本营 这里白山派 占的比重啊 是绝大多数 不管是平民呢 还是巴依老爷们 要说呀 这群人可真够狠的呀 把这位 阿奇木伯克 科巴克的一家大小 全给杀死了 唯独剩下了一个小儿子 躲在了草丛当中 躲过了几天 还被这些人发现 被送到了这个 波罗尼都的大营当中 这波罗尼都 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了 是病了呀 还是疯了呀 还是急于的想杀人立威 他竟然呢 一到令下 把这位伯克的小儿子呀 给炖了 炖熟了之后 还给吃了 哎 跟您说啊 一句瞎话没有 徐徒 我在这个地方 也不敢说瞎话 这河桌传上边 写的是明明白白的 河桌传呢 可是真正的穆斯林写的 那可不是其他的异教徒瞎编乱造的 这大合着波罗尼都 一鼓作气 一下子就收服了喀什噶尔 并且呀 在喀什噶尔对黑山派进行了无差别的屠杀 他们杀人要杀到什么地步 他们一吐起城来 要讲究啊 用鲜血推动碾墨 用敌人的血呀 推动碾墨 墨挤袋子白面来吃吃 这一下子呀 这大合着的名声可就传出去了 这黑山派们啊 纷纷议论 这位白山派的新合着 杀寡存罚 谈笑间 人头落地 这会儿的大合着波罗尼都 都已经杀轰了眼了 他想着呀 一鼓作气 就拿下这叶尔枪 指导这黑山派的老巢 在这叶尔枪城啊 住着黑山派最大的手子 合着加喊 有人说不对 这黑山派最大的手子 不是御塑府合着吗 也对也不对 这御塑府合着呀 是这些合着当中 最有能力 最有魄力的 就是他提出 要颤着这个清军呢 平定准嘎尔 达瓦齐步 这大好的时机 要统一南疆 咱们背后说一句话 是这样的 一旦要是成功之后啊 这南疆的最终统治者呀 肯定是御塑府 至于呢 这个亲大哥呀 同父异母的亲大哥啊 合着加喊 还能不能做这黑山派的头人呢 就得另说着了 那到时候这大汗说了 这大汗是大汗 教主是教主 那你这合着加喊呢 继续做你这黑山派的教主 这大汗要说呢 我喜欢的这个众人一尖挑 哎 不算吗 你呀 靠边站 那按照他们的习惯来说呀 这大哥呀 最后落不了善终 那么现在这合着加喊 是怎么想的 好家伙 这老爷子呀 他是义和也行啊 逃跑也行 总之啊 我不打 那么这会儿 这大合着 布洛尼都 也早就看出了 这黑山派的瑟利内人 于是啊 就决定趁热打铁 发兵啊 拿下一二枪城 哎 谁想到这时候啊 从草原上 来了一支信使的队伍 那说哪的草原呢 北疆的草原啊 来的是谁呀 是阿姆尔撒纳的特使 这特使来到南疆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专门啊 告诉大合着一声 大清国的争准战争啊 宣布失败 这萨爷我呀 在黑山头杀了 他的亲命定边将军班地 还有啊 第一任驻伊犁半世大臣 鄂中安 你的弟弟小合着 祸及战 哎 和他手下的那些 塔兰旗 已然归顺了我 至于是效忠大清 还是效忠我 这新任肿杆大喊的 你呀 瞧着吧